26年在由参谋总长到立院报告 梅家树首度背询 对比过去前参谋总长唐飞 穿军装进立院 这次梅家树则是西装笔挺配领带登场 如果说能够让社会大众更了解我们 更支持国军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应该做的 参谋总长赴立院报告汉光规划 今年汉光四十将在7月22号正式登场 但重头戏士兵操演 外交后期为何取消实弹跟假想敌 在本岛的规划 还是以他去熟悉他的作战环境 是希望他们能够手忍他们的作战计划 他要有独立作战的能力 就是为了达到我们的训练目标 而设计的相关的汉光演习的一个 士兵的一个训练 这回没有人扮演攻击军 换句话说这次演习连一套剧本都没有 两栖登陆的联新 还有空降作战的联允操演会被取消 这个部分是真的吗 确实在今年我们没有排入到汉光演习 台风防卫作战是一个首次作战 所以说让他原兵归原位 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没有剧本 网友大酸 那是不是我随便在路上逛街 都可能碰到战车 兰娟更质疑 难道是两岸关系太紧张 连剧本都来不及边 没有剧本就很可怕的 他没有剧本 然后又没有对抗 但是训练什么呢 他说要跟平常一样 那就变成说我们走路的时候 旁边会有坦克 或者布雷车 跑进来了 借机要布雷 这不是可能因为两岸更紧张 所以这个演习呢 就是等于随时在做调整 就不敢敲定原本的科目 去做进行 汉光演习首度大变革 就盼能增进国军战力 持续展现保驾为国决心 只有黄英雄王志恒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